小G 好,各位我是小G 大家看到了前面這一段預告 還有這段影片的標題 應該就知道這段影片的內容 沒錯 Battlefield V Battlefield V 的第一個預告片 終於出來了 從這個預告片 目前往上的說法 還有我們可以觀察到的就是應該確定 它的內容和背景是設定在二戰 所以回到了算是BF遊戲開始的地方二戰 我個人蠻失望的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影片上面分析出一點地方 首先螢幕的上方我們可以看到有這個算分方式 然後你還有兩個國旗 一個像是英國國旗 一個像是德軍的鐵十字國旗 所以從這個應該就可以分析出來 就是背景應該是二戰的設定 另外我們看到畫面中的這個人 他頭上帶的這個擋風鏡 就非常類似二戰時期飛行員所會帶的那種擋風鏡 或是那種摩托車駕駛員 德軍摩托車駕駛員會帶的那種擋風鏡 所以這也是一個線索 讓我們覺得應該設定是在二戰的背景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螢幕的下方 可以看到這是我們應該是新的寫調制 一個非常算是比較細比較小 不會很佔螢幕的很乾淨的一個寫調制 我覺得還不錯 就非常簡單的寫調加數字 表達你的這個生命 然後螢幕的正中間這一行字寫著 Squad spawn on you 就是小隊重生在你的位置 所以小隊合作這個是BF遊戲的這個精髓所在 就是團隊合作 所以這個機制當然還是會在這個遊戲裡面 那根據網路上面的說法呢 是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預告 是在BF5遊戲裡面的這種擊殺動作 就是好像有點複雜或是有點長 但我們不知道 說不定真正的感覺 真正在遊戲裡不會讓你覺得有這麼的長 但我必須說這動畫非常的酷 非常的精緻 你可以看到這個螢幕上畫面 在人物臉上有多少的細節 還有那個紋理紋路 還有它的衣服 它的材質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不管BF5的遊戲過程會不會好玩 它都會是一個很漂亮的遊戲 我覺得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這應該就是我們在這個螢幕上可以解讀出來的 喔對 如果我們把這個遊戲過程放慢 然後你看這個上方 你會發現這是一場征服模式 希望在下一個遊戲裡面還是要征服模式 但姑且我們叫征服模式 就是有非常多個征服點 然後上面有點數 但是大家如果仔細看會發現 這個點數跟BF5不一樣的是 它是在減少的 而不是像BF1的增加 所以這個是比較類似 回到BF4、BF3的這種 舊征服模式的方式 就是數字是往少的去減少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回歸 比較舊版的征服模式計分方式 也有可能完全是一個新的計分方式 但總之跟BF1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應該就大部分 我們能夠從這個短短幾秒鐘的 預告評論分析出來的地方 大家如果有什麼發現有什麼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這邊宣布一個小消息 就是我們知道BF5的正式宣布是在5月23號 但那個是國外的時間 對應到台灣的時間是5月24號的凌晨4點 那星期四 我知道可能不是大家都有時間 不是大家都有精神 但是我會在那一天的時候直播那個發布會 那我還不知道我會怎麼做 我可能會從12點或是9點開始直播一度到4點 也有可能是從12點或是3點才開始直播 我不知道看我那天的精神狀況 還有大家的參與度 但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跟隨我的頻道注意我的直播 然後那天我們會一起 我想跟大家一起來看這個發布會 然後盡量看我能不能 幫大家做一點即時的翻譯 如果說這個直播影片沒有提供翻譯的話 我們跟大家一起來欣賞 然後看我能不能嘗試幫大家翻譯一下 他的這個發布會內容 所以對我要說的應該就這些了 不要把這影片弄得太長 感謝你們大家的收看 有任何下方的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小J 我們下次再見